我们来看一下立体3 我们要找出空间三个点所构成的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在平面上面求三角形的面积有非常多的方法 那在空间当中我们要怎么来去做呢 那我们先提供同学几个方法去做尝试 第一个当然从最基本的2分之1底乘以高来去做出发 而这里的高呢 我们要利用刚刚的正摄影的概念来去求得 那怎么求呢 我们来看一下图形哦 假设我们从A这一点向B4的边上去做垂直线 那可以得到垂直为取 AH就是我们的高了 那如果按照要用正摄影的概念需要找到两个向量 那不妨我们找到BA跟BC就两个向量 那我们可以找到BA在BC方向上的正摄影 就是BH向量 那同学观察一下哦 我们可以利用向量的加减法去找到AH向量 那AH向量应该就是BH在减掉我的BA向量了 那有的向量当然就可以求长度了 所以三角形ABC的面积就可以写成1分之1的底乘以高了 那有了解题方向之后 我们就正式来解一下这个立体3了 那我需要抓到两个向量 我们刚刚找的是BA跟BC这两个向量 那BA不要忘记是A座标减掉B座标 所以出来是1-2-2而BC向量应该是C座标减掉B座标 所以出来呢应该是304这个表示方式 那第一个步骤我们就要先找到BA在BC方向上的正摄影BH了 而这里面的BC是我们的地面 所以按照公式的背法 应该是地面长度的平方再乘上地面 而分子的部分是这两个向量做内积 那有了公式之后 我们就很快的把公式给带下来 并且经过整理之后 可以得到-3-0以及-4-5 就是我们正摄影向量BH了 而AH向量呢应该是BH减掉AH 那一样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它算出来 得到-8-5-2以及-5-6 有了AH向量那就可以求长度 我们就可以带面积的公式 1分之1的底乘上高 那BC的长度就是5 而AH的长度呢就是分量的平方和 加起来再开根号 那经过整理就可以得到1分之1乘上5 再乘上2根号2 答案就是5根号2 那就可以顺利求得了三角形ABC的面积了 而这里呢我会用正摄影的方法来去求面积 是因为在这个解题过程当中 隐藏了很多向量的概念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顺便帮同学复习一下 有关于向量的夹间法以及内积 怎么去做处理以及应用了 而接下来呢要提供同学第二个方法 就是1分之1倍的两边一夹角的概念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视为1分之1的AC乘上sinB 而这里的sinB呢是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有关于空间当中求角度 我们都会从余旋来去做出发 那一样我们要找出两个向量 就用刚刚的那两个向量好了 那就是BA跟BC这两个向量 而这两个向量的余旋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 并且分别把它带出来的结果 就是负的三分之一 而cos要怎么转换到sin呢 同学回想一下 在三角函数里面有个很常用的公式 叫做sin平方加cos平方会等于1 而这里呢我们就用这个公式去做转换 而得到了sinB会等于根号的1 减掉cos平方B 把这边的负三分之一带进来 经过整理就可以得到三分之二 根号二 有了sinB之后 当然就可以得到了三角形的面积 二分之一的小A 而小A就是我们的BC长度 而小C呢就是我们的BA的长度 所以我们分别把长度带进来 以及sinB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我们面积的答案 叫做五根号二 似乎这个方法要比刚刚正摄影的方法 要稍微来得快一点了 我们在提供同学第三个方法 还记得这个所向无敌公式吗 这个公式不管在平面还是空间 都可以拿来求三角形的面积啊 所以实际上面如果你公式没有忘记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算这一题了 一样的我们可以找到BA跟BC这两个项量出来 直接带到我们的公式上面来 而这里的BA向量的长度呢 应该是三 BC向量的长度呢 应该是五 我们分别把它带到公式里面来 以及内积的结果 经过运算之后 就可以得到了五根号二 那同学们发现 其实这个公式真的很好用 但前提是你一定要还记得这个公式哦 所以这里面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来去求空间当中的面积公式 而实际上面还有很多方法 我希望同学可以再做尝试看看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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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